赤民心聲 大家都來聽 大家好我是陳立春 還原再次收看赤民心聲節目 既年代代算這村了兩個月 今天我們赤民心聲節目 就要為大家要請到 要來參選我們台南市 阿南區市議員的好山林告 我們節目當中 來說明他參選的理念 還有他什麼樣的理想 跟他合作 那麼現在呢 我們就為大家來介紹這位 年輕有為喔 他是誰呢 他是台灣民眾黨所推薦的候選人 那我們來歡迎陳思維 你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所有自民心聲的觀眾 大家好 還有我們的主持人大家好 我是這次代表民眾黨 參選我們這次阿南區的市議員 我選你陳思維 年輕有為陳思維 年輕有為陳思維 沒錯 好那講到陳思維呢 其實我們看到他的T恤上面 就印了什麼呢 陳敬毅女兒 所以其實呢 大家對著男子女前議員 大家都覺得這個文憑 很好的這個議員 男子女兒已經這樣子年輕有為了啦 那當然今天呢 我們這個大夫來出征 就是要來選這個議員 我們待會要好好的訪問一下思維 那大家可能對思維的印象 也說陳敬毅的女兒 然後另外就是說 他是台灣民眾黨推薦的候選人 那其他呢 可能有些鄉親 對我們陳思維還不是很認識喔 所以很開心 思維你都會怎麼跟大家來自我介紹你呢 其實我的原本呢 我其實在美國念書的 然後也原本要在那邊工作 那十年前呢 因為我父親的身體關係 所以我就回台灣了 然後在這十年之間呢 我自己有創業開了咖啡店 然後在安南區的一個地方 我在 就其實是在家裡附近 我旁邊開了一間咖啡店 那時候我覺得開了這個咖啡店 讓我有機會可以接觸各行各業領域的人 跟他們聊天 然後就會很訝異說 喔那安南區的荷雅人齁 真的都看不出來耶 老闆都看不出來 都看不出來 他們穿著打扮都不像荷雅人 他們都穿 騎著奧巴的 對啊 然後穿腳腳拖鞋 然後來喝咖啡啊 因為他們覺得很奇怪 一個荒郊野外的地方 既然開一間咖啡店 我就想說 然後我就透過這個機會 跟在地的創業家也好 或者是已經創業很久的老闆們 還有第二代聊天 然後了解到原來 在這裡他們已經生根這麼多年了 他們對於安南區這塊土地 有什麼樣的想法 透過這個過程 我才了解到原來 安南區的這個地方 我覺得原來有這麼多的一個發展的機會的空間 然後再加上因為我父親的關係 我父親因為從政已經那麼多年了 對啊 好多很前的好朋友老朋友都會來拜訪他 然後就在聽他們在講述以前的事情啊 然後我們安南區有什麼樣可以在建設的地方啊 就觸動我內心那一刻 那我是不是有這個機會 可以為安南區做點什麼 所以其實原本思維是在美國想在那邊工作 那姻緣際會就是父親身體的關係 回到台灣之後 在安南區開了一間咖啡店 結果從這個咖啡廳裡面呢 他可以認識了很多的人 然後當然是透過爸爸之前累積的一些人脈 然後知道說 哇 可能我們安南區要怎麼樣可以更發展 更有建設 所以才會想要來投入選舉 沒錯 哇 所以其實講到這裡齁 大家都會對著說 這個前議員 陳敬毅議員 然後他就是10年前 其實最有名的就是大家都知道 就是捐肝救腹對不對 是 是 是的 這個事件你是不是可以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事情其實 我這兩度喔一直陪爸爸 其實走過他的生死關頭 現在講到還是覺得心裡有點難過 其實是這樣子 因為我爸爸就像大樹一樣一直照顧著我 因為我是家裡唯一的女孩子 所以他很保護我 有兩個哥哥 對對 兩個哥哥 然後我其實10年前聽到那個 他病危的通知其實很嚴重了 我其實走足無處 我真的是非常的緊張喔 對 那一刻我趕緊決定了我就搬回台灣喔 然後立即的趕緊看一下 如果我心裡在想說坎坷不安到 我在飛機上我真的是大哭 因為很緊張 不知道爸爸現在的情況怎麼樣 然後到了台灣的時候知道喔 然後還有一個機會就是 但是就是 我們兄弟姐妹的肝要捐給我爸爸 這件事情喔 那我就說那好 那我就跟哥哥 我們就一起做檢查 那剛好是我的肝 這個部分是適合我爸爸的 你適合 對 然後剛好高雄長庚的陳院長團隊的 他們的技術喔 非常的 全世界的 非常優良的團隊 然後在這10年喔 其實一直陸續的有在關心我父親 真的 然後也謝謝他們 然後讓我爸爸這手術是成功的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 爸爸這10年喔 是 還有一個 延續這10年可以含一弄孫阿 因為我大哥後來結婚 有生兩個可愛的寶寶 寶貝 然後我爸爸 在這10年可以 可以享受這個天倫之樂 我覺得 我覺得是 是我非常能夠替他開心阿 我覺得人生還可以享受到天倫之樂這件事情 對 然後 我決定參政的時候 其實我爸爸非常的支持 可是他其實也非常擔心喔 因為以 以爸爸的角色都 當然是覺得說 一個女孩子家要重振了 這件事情 是非常不容易的 對 非常不容易 對對對 所以其實他很捨不得我 其實不是爸爸叫你參選 是你自己要參選嗎 喔是要參選喔 對對對 他非常捨不得我 一般大家都會覺得說 是不是爸爸希望你去延續他 但是不是是你自己想要重振 是是是 但他很捨不得我 可是他當然也寄予厚望 因為他也很用心的在栽培我 對 然後我就 嗯 對 所以在當時其實去年底他發生 他腦瘤有這個部分的時候 對 就是腦瘤喔 對 我其實非常的猶豫要不要繼續參政 經過很艱難的過程喔 因為我爸爸生病了 他腦瘤了 那需要有人照顧啊 那我總不可能一邊跑選舉的事務 那他又需要有人照顧他 那這個之間的平衡要怎麼取得 是 所以可是我爸爸那時候跟我談說 你一定要堅持下去 嗯 不管發生什麼事情 你一定要堅持下去 是 所以在同時在做療程的同時呢 我就是 我就是還是有在做 有關於選舉的事務 對 但是大部分的時間還是以我爸爸的治療的過程為主 所以我那時候每天高雄長庚還有台南帳來回 帶他去做化療的部分 是 對 那 其實在同時也是在鼓舞我父親 可以有一個信念可以走下去 是 對 對啊 因為其實這樣聽來的話 就是你決定要從政之後 你爸爸也是非常的支持你 然後希望說不要因為他的病情 你還是可以繼續的參選下去 沒錯 對 我覺得 我每一次去跑選舉15的時候 我都回來會跟他分享 所以我今天遇到誰啊 你認識的啊 跟你我說你以前的怎麼故事啊 他就心裡就有一種很欣慰 就覺得 他會覺得說他沒有被遺忘吧 對 就是很多人還記得他做了 對 沒錯 為大家服務的事情 是 所以這樣子的話其實 聽起來就是對他就是在最後的這一段路 對他來講也是很大的一個安慰 是很大的安慰 對很大安慰 然後我真的 雖然這半年的經歷真的讓我感受到說 其實人生的生命的價值真的給我很大的不同的想法 對 沒錯 其實這個陳敬毅議員 聽說他是特別寵愛你對不對 對 因為就是前面兩個哥哥 然後說生到你是女孩子 他說啊這樣就可以了 是 所以爸爸特別疼你 他爸爸非常疼愛我 對 也很真的用心的栽培我 去出國念書 對啊 那時候其實他一直希望我能夠從事教育這方面啊 所以他其實是希望我回台灣之後是可以開補習班 對 或者是從事老師去做教育的服務 對 為社會出一點力這樣子 對 所以你其實在美國的時候讀的也是教育對不對 沒錯 我讀的是教育這方面的 對 在教育方面 然後在田納西那邊 你也去當一些志工 然後也去做一些服務 有有有 我每次只要放假的時候 他們都會說有一種叫mission trip 就是你就是在這個時間點 你就會去做為當志工服務這樣子 幫別人蓋房子啦 除草啦 對 或者是做一些義工這樣子的事情這樣子 對 所以講到你的父親喔 那其實因為我們就認識他很久 然後從他當十三十四十五屆的議員 跟合併之後第一屆議員啊 其實他就是讓大家覺得說 他的父母很好 好楊請 然後就是說非常的樂心公益 然後 其實就是大家對他的印象都是一個好議員 所以其實爸爸他就這樣子 建立下來的一些人脈 他後來沒有當議員之後 也是長期有在做服務對不對 有的 對 那這帶給你什麼樣的影響 爸爸 其實我父親是一個 我覺得是一個很老派 然後又很威嚴的父親喔 是 然後其實我從小懵懵懂懂 從小就很困惑說奇怪他在忙什麼 因為他每一次幾乎是接到電話 或是有民眾來服務處 做一個陳情的動作的時候 他總是盡心盡力 然後趕緊就打電話 聯絡誰 聯絡誰 有可以幫忙的事情 他一定會非常的快狠準 我都覺得他是快狠準 是 對 然後我就覺得 喔 原來這個就是 民眾服務民眾的心 他是有一個堅定的心 所以我就是要服務 別人的 對別人而言可能是小事 但他對他而言 他就覺得說 別人的小事他一定要放在心上 一定要把它當成自己的事 所以他對於電話也好 或者是任何的地方的建設 或者是地方的事物 他其實真的都是盡心盡力 然後我覺得 我覺得我每次聽到電話的人 說爸爸的事情 我其實都很感動 思維其實很感動 因為我會覺得說 喔原來爸爸的那個連結 因為我沒有接觸到 因為對我而言他是一個父親 他是一個很有威嚴的父親 是 所以他對電話的 用心的服務 我都聽到 是在電話的人跟我講的 那個時候你年紀很小 我很小 我10歲的時候 他剛好重振 對啊 所以那時候你非常的小 可能這個你也不太了解 對 我不太了解 對 我有只知道 我都會說 奇怪 他都會不可以什麼 不可以什麼 很不可以這樣 然後我就覺得 這一個 他對電話的爸爸 親於爸爸對電話的服務 是有目共睹的 然後我也 我身為他的女兒 我也會朝著這個目標前進 為這個目標 看見這個事情說 我就一定要為電話的服務 是 對 所以其實啊 一般就是說 好 你自己決定要參選 是 那可能當初就是 要決定參選的時候 爸爸還在 所以爸爸就是可以幫你 因為畢竟就是說 你爸爸在這個阿南區這邊的人脈 是非常的廣 是 那現在就是可能 爸爸已經走了 但是呢 你還是決定 要勇敢的下去參選 到底是怎樣給你這樣的一個力量 這個力量喔 來自我父親 敬禹爸爸 他給我的力量 他其實 從小教育 對我的教育就是 做人要 飲水思緣 這是一個詞 飲水思緣 對 對 所以其實這句話 對那個年輕一輩來講 飲水思緣 大家都會這樣講 對 然後思維想到爸爸就是 不好意思 要感動的哭了 所以我們趕他請工作人員 需要工作人員拿個面子 不好意思 不會不會 因為真的是 我們知道思維真的很孝順對不對 是 然後我也曾經問過他說 問爸爸說什麼是 什麼是 政治喔 他 他只跟我四個字 用心服務 用心服務 對 我說服務要服務什麼 他說 就服務民眾的訴求 他就這樣跟我說 他說這句話很親耶 我說民眾的訴求 然後我就會覺得說 這一刻我就知道了 當我決定要出來參選的 這個時間點的時候 我就知道 我一定會 努力 努力 來替我們電影服務 對 對 所以其實想到爸爸就是說 會很想念爸爸 但是爸爸其實一直在無形當中 給你一股很支持你的力量 對不對 因為爸爸其實他熱心服務 他也是說 我女兒竟然要參政 我還有希望他也可以這樣子 很熱心的來做一個服務 對 我們讓思維插一下眼淚 不好意思 不會 因為真的 爸爸就是 對思維很疼愛 那他原本也是想說 政治這條路心很壞走 尤其是女孩子 對不對 女孩子要走政治這條路 其實爸爸也會擔心你 但是他另外一方面 可能想到說 哇 他這一輩子 很大的時間 很多的時間 都是用在服務選民 服務地方的相信 希望安然去更加的進步 所以他也希望說 既然我女兒有意願 要來問政 要來為我們安然區 爭取更多的福利 所以他也就是鼓勵思維 就是最後這邊 一直非常大力的支持他說 好 那你既然要選就好好去選 對不對 好 所以思維就是這樣子大力的來投入了 這次安然區議員的選舉 對 好 那就是 其實你爸爸一直是五黨嘛 對不對 對 一開始最早是國民黨 對 國民黨後來就是變五黨 那五黨之後 現在思維 你為什麼會選擇台灣民眾黨 其實會選擇台灣民眾黨 應該是說 在決定參政的時候 我曾經看過柯P有一個專訪 他對於政治的文化 他這件事情 他只跟我 他只講一句話我印象深刻 他說 心存善念 盡力而為 就是這個善念 你就因為這句話嗎 對 因為善念這件事情很難 對 當你在 特別在從政這件事情 心存善念 你去做每一件事情 我覺得那個開關 剛好就打動我了 然後我也在參政 要參政的時候 跟我爸爸 經理爸爸聊 他的 因為他已經是從政 二十幾年的經驗了 對 他也跟我說 他也覺得這個可能性 其實我覺得他 他鼓勵我加入民眾黨 他鼓勵我 他原本是國民黨 然後後來變五黨 所以他其實對政黨 應該有一些他的看法 沒錯 他覺得這個是一個趨勢 而且他覺得 柯P這個人講話很實在 他就覺得他是一個 講話很實在 而且執行力很高 是 他說 嗯 他覺得在藍綠之間 就是所謂的第三大牌 現在第三 第三大黨 對 他覺得這個是一個 未來可以幫助 改變台灣的一個機會 所以我們有一起去 拜訪了柯P這樣子 然後 有聊過 嗯 然後他也 他們也很 對我很有信心 是 對安南區的這一塊 這個機會 他發現信心很高 嗯 因為再加上爸爸 對安南區的 對安南區的 已經累積的這個部分 對 他們覺得說這個機會很大 嗯 再加上呢 2020年不分區立法委員 那時候的政黨票 對 那時候安南區間 近一萬一千多張票 那他們覺得這個機會 然後再加上我本身 我覺得他們覺得 我就是已經在 嗯 國外的 學習的經驗了 那他覺得可以帶回來 改變 以及幫助我們的 安南區這塊土地 嗯 然後我覺得 我覺得 他有一個主軸喔 就是看那個民眾黨 他有一個主軸 就是青年 情政 還有愛民 愛鄉土 光是這四件事情 這四件事情 的主軸 對 設立目標 堅定目標 確定目標 我們就一起改變 是 這個力量讓我覺得說 一個人是做不了大事的 是要一群人 才能做一起做大事 對 哇 所以台灣民眾黨 就是說他們的這個理念 跟你很合 然後另外你也覺得說 其實真的是有辦法 跟民眾黨一起 有產生這種可以改變 嗯 現況的一個力量 是 對不對 讓安南區變得更好 所以就加入了這個台灣民眾黨 好 那我們台灣民眾黨 這次在台南市 總共推出六位候選人 是的 市議員的候選人 對 市議員的候選人 然後三位里長 三位里長的候選人 嗯 對 所以其實民眾黨啊 就是在這三位里長 跟你們六位候選人 然後他們 就是我看就 蔡壁如 她都一直有下來幫你們 做扶選的動作 沒錯 對不對 對 所以在扶選這一塊的話 你覺得民眾黨啊 目前就是說 對你們的扶選 她有 對你們做什麼幫助嗎 他們其實一直 像 蔡壁如委員 蔡壁如委員 立法委員 她是一個 她 對我們 因為我們可以說 我們其實都是素人 但我算是比較例外 我是政二代 但是她會認為說 因為我們就是所謂政治素人 所以我們用不同新的思維 來去投入政治文化 是 所以在這一塊 她會一直提供我們 所謂的數據上的分析 對 因為我們現在民眾黨 總共有五位的立法委員嘛 對 對 那他們其實會一直在做提案的部分 如何去永續台灣也好 或者是環境污染啊 環境的議題啦 還有社會安全的議題 是 其實他們都會大量的投入數據上的分析 然後再加上 因為柯P她有接近八年的 台北市的 這方面的科學問證 對 她就是一個科學問證的方式 所以 我曾經聽過她分享一個故事 她說 怎麼減少 所謂的 車禍率 其實可以用Google Map 你用Google Map 去把所有 這個地區域的 比如說這個路段 這個路口 發射了幾個 所謂的 案件 就是比如說 車庫的事故率 你就可以 可以招出數據出來 你可以就想到 那這個路口 我們可以做要怎樣的改善 其實這個就是結合科技 對 來做一個協助 看能不能降低它的車禍率 對 對啊 所以其實民眾黨有很多觀念就是 其實蠻先進 然後也有一些經驗呢 是可以作為參考的 所以加入民眾黨讓你更有信心 對 我也很有信心 我很有信心 而且我覺得 讓我感受到一個改變的力量 真的是一個改變的力量 對 對 因為以前可能你父親在選舉的時候 就會說 就是我們 安南區在地人 土生土長 最累就二十幾年前都會喊的口號 就是在地怎樣 就是說 可是現在就不一樣 像年輕一輩這樣子 我們思維這樣出來了 年輕的一輩雖然是正二代 但是其實呢 他很有自己的想法 又到美國去留學過 所以其實都很多先進的看法 對不對 是 然後有很多外國的經驗 其實是可以拿回來 到我們這樣 台南 甚至安南區 安南區會讓人家覺得說 在台南裡面 他可能算是比較一個老舊的 但是其實它可以引入很新的思想 沒錯 所以我非常的期待 如果說EU在今年的選舉 能夠順利成為安南區市議員的參選人 能夠順利的話當選 我會針對真的是 因為我一直覺得 永續台灣世代恭喜 這是我們民眾黨的主軸 那對於有關安南區的建設 其實是很有一個想法 對 對於其實 這個部分 我覺得台南 我們的台南是六都裡面生育率最低的 真的是最低的 對 那我覺得要怎麼去改變這件事情 我覺得 所以我的主軸第一 一定要創造感生安老的環境 然後透過這個不同的很多的政策 來去協助我們的青年 撫養的壓力 對 這是第一個部分 對 因為現在青年可能就是說 現在上班 對 薪水真的是不高 要調薪好像也變得很難 然後物價又一直上漲 對不對 所以托兒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 然後還有老人 長照的這個部分 能讓他們共餐共享 其實我覺得老人的長照這個部分 很需要的是鼓勵他們出來 到一個社區裡面提供給他們有一個聚集的地方 因為我們老人的這個部分 其實要延緩他們的退化 要延緩他們的退化 所以我們要 我會 在未來我一定會 督促在有關於設計一些很多的課程 相關課程來減低 降低他們就是 延緩他們老化的這個部分 對 沒錯 因為如果說 我們的老人都是 都在家裡 不出來 然後你其實就是會 越來越高大 變成高大老人 但是如果說 可以讓他們一起出來 然後冒判 對不對 然後有辦的話 然後你再透過 如果說思維可以設計一些課程 對 然後讓他們活得說 影法族可以活得很開心 是 真的可以延緩老化 對 沒錯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對 非常重要 然後第二點 其實我覺得 創造安全社會 跟提供幸福生活 根據這個 其實這個數據也是數據 其實台南的六都 其實是在於 因為最新發生那個警察的事件 就讓人家覺得 這個治安有問題 可是我們的配比來講 台南是最低的 有最 對 也是最低的 那我覺得這一塊 也是需要去盡處的 講實在話的 我們一定要 如果我有一個機會 我真的一定會為阿南去做點什麼 那這個什麼 其實就在於 我們要看見到問題的時候 一定要去 試著去解決問題 對 然後這是我未來一定會做的 一個一向一環節 然後接下來其實是 就是這個主軸 因為南科的部分 我現在都很高 都很高 所以這個部分 這個也是可以跟交通局 以後我一定會深入的了解 看怎麼樣做這個改善 有關提高它的疏通的部分 這樣子 對 因為交通問題 其實會很嚴重的影響到一些 就是科技的發展 然後可能運輸啊 各方面都會影響到可能南科這邊 我現在看你 就是非常的發展 是 真的是太太太嚴重 然後民眾都會抱怨說 怎麼都在塞車 而且南部 台南阿南區現在是 人口分佈的最高的嘛 是 所以現在外來人口真的很多 我有說 而且阿南區的發展已經加 10年前已經完全不一樣 都不一樣 最近那邊的房子在處女都不會做 現在很最高的地 那就是阿南區 對 在阿南區 對 第四點 我一定會爭取所謂的社會住宅 其實住的問題 的建構佔比 一定要擴大住宅的供給量 然後一定要特別給我們青年有一個優先 然後增加我們所謂的住屋市場 還有囤房 囤房嘛 還有空屋啊 這個部分 我也會去做一個數據上的一個方案 然後去了解這個部分這樣子 對 這個都要選上議員才有辦法來做監督 對 沒錯 下來我一定會 因為阿南區現在有一個商六十 那以後 經人 生活經人一定會 已經是阿南的副都心了啦 現在阿南區現在是最行的地方 然後那個副六十呢 其實我覺得那個生活經人的規劃非常的重要 其實都市建化 都市的這個部分的建設 其實是需要很多專家 來去做一個協調 然後如何讓這個電影發展起來 其實都是需要很多的溝通的 對 溝通跟傾聽專業 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然後還有一定會 積極推動社區跟地方的創生計畫 其實鼓勵我們阿南區的人創業 然後提供青年所謂的青年的創業基金 其實阿南區沒有 我們台南其實沒有什麼創業基金耶 真的 完全沒有 你要申請的話沒有 高雄有 高雄是有這個補助 高雄有 對 那我們台南阿南區 如果根據現在我們的工業區的量 其實是很適合做這樣的一個結合 鼓勵青年創業 提供他們願意回流的這個部分 因為我覺得阿南區 大家都對阿南區的印象就是工業區 工業區的地方 我覺得他是有一個機會去做一個共生 一個創生中心的方式 對 所以這就是思維對這個未來 如果當選議員 要爭取一些安南區的建設 尤其其中 我們知道說思維本身是年輕人 所以就是你對一些青年 可能現在面臨的一些問題 包括什麼低薪阿 然後就是可能生小孩之後 又擔心說 那麼貴我要送去哪裡照顧 對不對 有些就可能以前都是公公婆婆 爸爸媽媽照顧 但是現在你要送去托兒所什麼的 哇這個錢真的要很多 然後薪水又真的 所以很多問題 然後包括連租房子 是都是一個問題 所以其實思維都有看到耶 看到一些青年就是面臨的問題 然後提出了那些 就是他的進選的一個主軸 一個政策 那個未來當選議員 要來做一個發展 是是 我一定會努力的去做這些 我所看見的問題 對 所以這些問題就是 可能就是大家要收聽一下 收聽 因為安南區 還有很多發展的機會 空間 對啊 對啊 因為之前人家會覺得說 安南區 可能十幾年前就會比較落後 但是現在也開始慢慢在發展 對啊 都以為是漁溫啊 的地方啊 都魚啊 漁魚啊 對啊 對啊 所以我就覺得 怎麼會不一樣啊 我們安南區 不是這個地方 我們安南區是富度新啊 以後的發展就 就會更好對不對 對 沒錯 尤其思維就是留學過美國嘛 所以其實你覺得 有很多的一些 建設跟施政啊 它其實可以帶到 把它運用到我們台南市對不對 沒錯 沒錯 沒有所謂的 政治的包袱 但是我有一個 很想服務的 熱忱的心 想要去為我們帝恩啊 我說安南區的小孩 對啊 安南區的小孩 就是想要為安南區做點什麼 對 那所以我覺得這就是 我當時 說服我父親說 我要參政的 很主要的原因 嗯哼 就是我真的是想要 為他們做點事 對 對 真的是想要做點事 對 而且我也嘛 我也覺得 嗯 我覺得人 人生就是 很有趣啦 擺擺校尾一些嘛 我十年前 我因為 因為愛 回台灣回安南區 對 然後 這十年的 磨練也好 或者是經驗也好 我也因為愛 我選定要參政 為安南區參政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 這份感動的力量 我覺得安南區人 是會給我機會 為我創造這樣的機會 對啊 所以從對自己親人的那個愛 小愛 然後化成對整個安南區啊 整個台南市的一個大愛對不對 對 哇 要來服務我們的選民 真的 真的很不簡單耶 好 那我們來談這次的選戰 其實安南區是一個很 競爭非常激烈的一個地方 你看像那個議長 副議長都在安南區 對 對 郭欣良林秉立 然後他們其實就是很穩的啦 他們算是蠻穩的 然後另外國民黨 這次提名就是李中成 然後新人童曉筠嘛 然後民進黨方面是郭清華 王景德 蔡立青 然後另外還有一位就是 武黨的領委 跟之前當過議員的黃立招 現任議員黃立招 是 這些人跟你來競爭的話 那你覺得說 這是其實 你是掛著台灣民眾黨嘛 對 那你覺得你們自己的優劣是如何 因為我覺得我的參政的理念就是 就是安南區更好 更好 安南區可以更好 那我覺得這個優勢是在於 也是因為我有 第一是我爸爸原本的栽培的 在當地的一個優勢嘛 對 沒錯 那他陪陰的人 其實也很疼心思維啦 都會給我很多的建議 那我也很願意傾聽 然後有任何的想法 我都會去做一個改善這樣子 那再加上我覺得 再加上有一個部分是在民眾黨 因為我們科P他在台北市政的一個科學的問政的方面 他執行力非常的高 那我覺得這個都是可以請教的 有關於對應上也好啦 或者是數據上的需求 因為我們有五位不同的 我們有五位的就是部分區的立法委員嘛 是 那他們也很願意的給我們提供意見 如果我們有任何的需要需求 他們其實我們都還蠻常開會的在探討 如何可以再讓台灣更好 那會針對 譬如說我以安南台南的這個部分 我有怎麼樣的需求 我會請教 那他們都會給我們最直接的意見 不會有一個距離感 不會因為 你會說你是立法委員 你是市長啊 我們就有距離感 沒有 我們都可以像這樣子的 直接這樣做著 可以一起來探討 台灣的部分怎麼樣可以讓它更好 那我覺得這一點呢 我覺得這就是我非常的 就是一個機會跟就是優勢啦 那列勢當然就是在於 人家說 畢竟不是現任的嘛 現任有現任的資源嘛 但是我的想法是說 雖然我不是現任的啦 我還有一個機會 我想要為 安南台做事的這個心喔 這 這麼可以讓我繼續走下去的心喔 所以我覺得 我有一個 這麼大的一個信念在喔 那我覺得 其實我沒有所謂的劣勢啦 因為我就 怎麼走 怎麼拜 然後去 去說 我可以讓安南台做什麼事情 要讓我信任一個機會 讓我一個信任一個機會 讓我一個好入一個機會 可以讓我安南台做什麼事情 這就是我一直在傳遞的訊息 是 對 所以其實啊 就是說你的父親喔 曾經一議員 他之前的服務非常的好 很多人會感染他以外 可能就是會支持你 那本身你自己年輕啊 然後又有想法 是 年輕有活力 還要成功 還要去更拜訪 所以其實你這樣子走來 一路你覺得從政的路會不會很辛苦啊 我好嗎 跟你想像中有一樣嗎 就是我爸爸小時候看著我爸爸的時候 所以已經看習慣了對不對 對我其實看習慣了 而且我覺得 我還滿樂在其中的 因為我覺得 傾聽溝通 因為我覺得 現在的人喔 願意 說實話 很少 很少 很少會願意說真誠內心的話 都是有 語言都是包裝過的 嗯 那我覺得 當我在去拜訪一些 譬如說 地方人士好了 他們都願意 真正告訴我說 他們看見什麼問題 嗯 這個是非常的不容易的 嗯 因為我覺得 你願意告訴我說 你看見 阿南區需要的 改變的一些問題的時候 是 那這代表你是在給我機會 這有期待 對 是有期待的 那我就覺得 這就是我很感謝的一部分 因為我都會回去抄筆記 我都會寫 把它寫下來 我就很認真的做功課 是是是 那我覺得 這就是一個 阿南區疼惜我 或是給我一個機會的部分 真的真的 因為很多人他如果覺得說 你來拜訪我 然後你請我投你 然後有什麼 他請你提意見 然後我就跟他說 沒有啦 阿南區都不錯啦 沒有什麼需要改變 那表示他不想投給你 就沒有一個連結性 對 然後他也不覺得 你可以真的去做到 所以他就想說 跟你講沒用我幹嘛講 那真的跟你講的時候 就是對你有期待 是 所以我很願意傾聽 是 然後我就真的 我就說 文光大哥真的好 謝謝你 你願意告訴我 分享這樣的事情 我會回去 我會認真好好思考 但是我現在 很需要你的支持 對 要給我機會 未來我當選了 我才能有機會 去做一個改變 真的這個筆記要收好 真的改天真的當選 要好好的給人家實現 會會會 對 對 好 那我們講到這裡 來看說 其實之前柯P 他來幫你們站台的時候 他有講到說 其實我們台南的發展 如果能夠有這個產業交通路線 跟都市規劃等等 我們這邊會更有發展耶 那其實就你來看 你來看說 像現任執政的市長 黃偉哲市長 那他把我們台南市 就說這幾年來 你覺得他做得如何 真的有帶動台南市的發展嗎 還是還有哪些改進的空間 其實我覺得 黃市長他 他有他的 因為也沒有所謂的 應該怎麼講 沒有所謂的 不好跟好 只是在於他願意 朝哪方面去走 去建設這個部分 那我以岸南區來講 因為我 畢竟我是岸南區人 我會覺得說岸南區的發展 空間實在又很大 很大 所以我可以為了進出 我當然是以岸南區為主 那我一定會依照 我認為我可以改善 或是進出的政見 我一定會 一定會去提案 然後跟市長來去做一個 我一定會跟他緊觸 就是你知道 死殘難打 就是死殘難打 就不管死殘難打 就是一定要要求做好就對了 沒錯沒錯 做好 然後一定會說 所以我就覺得 黃市長他 一定有他 別說人家做不好 因為他有他的 他的 他的緊觸的部分 是我們自己沒看到的 那有很多人都會批判說 他現在都 一直在 就是青年啊 他可能就是一些 辦很多活動啊 做這些事情啊 都沒有在實際的建設啊 其實我就倒覺得 不用談這些 不用批判這些事情 反而是要 希望黃市長可以多看見這個數據比 比如說 比如說我剛剛有提的嘛 我們六都 我們的生育率是最低的 這件事情 真的 那你如何朝這方面 可以做一個改變 或一個進步 那我是針對這件事情啊 對 然後我就覺得 那對於柯市長 柯市長那時候來 安南區 對 他那 他看到之後 他是覺得怎麼樣 安南區的發展 他是覺得發展的機會很大 很大 因為我們的領土 就土地很多嘛 嗯 他就覺得 那台北市是一個密集度很高的地方 但我們 安南區不是啊 嗯 我們的人口分佈 非常的 非常的不均勻 就是 土地 可能來一區 很大的 真的很大的 然後他就覺得說 他也是說 如果他說未來有機會 他說可以跟我深入探討 如何去為我們安南區在 一些他對於他當市長的一個經驗 怎麼樣去協助我們安南區的發展 會更好 嗯 他說其實層面真的很多啦 對 從交通啊 其實這個要探討的東西 實在是很深啊 是 對 所以但是他就說 他就是鼓勵我 他說喔 選舉喔 第一點喔 先選到啦 選到之後我們可以來 拿我們電影發展來做改本這樣 對 對 重點這是要選項嗎 你要選項 對 選項之後沒有問題 你要看要怎麼改變 他就可以給你很好的指導跟建議 沒錯 因為我們就是科學問政 用科學的角度來去問政 對 而且他自己的那個執政經驗 真的是很值得參考 雖然說 台北可能人口很密集 南區這邊 可能人口就是比較分散 但是土地大 然後其實 在從政的話 你要去執政 其實他是相關的 對 那可以取金的 雖然是可以取金的 雖然地方不一樣 但是一樣可以做得很好 沒錯 如果就你個人來看 你就安南區 安南區 還有什麼地方可以做發展 提的政見這件事情 我就是會針對老人的部分 長照的部分 青年住的問題 對 然後給我們發展的 就是他們的 所謂的薪資上 如何刺激消費 這件事情也很重要 對 刺激消費 對 刺激消費 但是不要一直覺得說 一直有一個觀念 覺得 免費的都是很好 但是你要想一想說 每一個都要付出代價 譬如說以台南市來講 我們的負債比 其實也很高啊 這些錢 都是我們這一代的 每一個人都是屬於負債 對 幾乎是三萬塊的負債 每一個 每個人 對 每個人 所以其實是很高的 那你如果取得一個平衡 我覺得這件事情 非常的重要 那 就像 琴姐剛剛說的 我覺得 三條 我可以做 我可以看到問題 來去改變問題 怪怪問題 執行力這件事情 我覺得是我 非常的 欽佩克批這件事情 因為它很重視溝通 它覺得你要執行的 執行的前一端 就是要一直 跟不同的部門做溝通 對 因為每個部門 有部門看見事情的角度 是完全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那你要怎麼 對整合這些溝通 整合這些溝通 然後去執行 這個我就是覺得 這就是政治人物的角色 是最重要的 是 對 重要就是要先把它選住 好 那思偉就是說 其實選戰剩兩個多月 好 那在最近這一段期間 你是不是要怎樣 來努力大你的選戰 好像說你早上也都在 站入口 有時候又 全身苦打到歐命 歐媽媽 對不對很辛苦耶 跟大家講一下 你最近的可能行程 都是怎麼跑的啊 我 因為阿南庫開雄 部落型的嘛 所以我能夠 站入口 是一個讓大家認識我 我就是一個 就是年輕友 我每天在那邊打 打嗨 然後跟大家說 早安也好啊 或是下班了啊 開車小心啊 就是早上跟下班時間 都會去入口 別讓大家認識你 對 第一讓大家先認識我 誒 陳思偉是誰啊 曾經的女兒 她又是誰啊 對不對 然後我覺得先透過 第一個階段 讓大家認識 陳思偉 我的背景 然後我的 為什麼我要參政的這件事情 對 這是當然是第一個階段 然後第二個階段 就是在於 地方性的廟宇其實很多嘛 我們阿南庫 我看到阿南庫的比 最多的 很多 對 最多的 對 跟台南 其實台南的廟宇就是跟Seven一樣 一樣比 應該比例是差不多的喔 有可能更多耶 有可能更多耶 廟可能比Seven多 對 比廟宇多 那我覺得廟宇的文化這件事情 是需要深入去了解的 那我也都會去拜訪廟宇 然後跟傾聽他們說 了解說那個廟宇的故事啊 這個背景 這個畫室啊 然後我就會了解 這個傳承的 其實文化也很重要 我覺得這一次的選戰喔 真的是剩 今天八 剩87天 對 87天 我覺得 我在這接下來的87天呢 我會做的事情就是 傳遞我 對於阿南區這塊土地的愛 跟一些想要改變的信念 就是 傳遞訊息出去 然後讓大家知道 我一個青年人 就是一個想要為阿南區服務的心 這就是我接下來會持續走的部分 會努力走的路啊 所以其實這段期間以來 那你可能是不是在 你在糟糕啊 因為其實現在就是 可能防疫的問題喔 那最近又比較鬆一點了 對 那可能對你們 要來做這個選舉的一些動作啊 會比較有困難 會不會 對困難真的差很多 差異很多 因為我以前之前有經濟過我爸爸選舉那時候的 熱弱的情形 那時候都很熱鬧 對 就是會辦一些那個 造勢會啊 瓦當 然後就是聚集很多人來聽你的政見 是 非常的熱鬧啊 然後 武容武施啦 就是非常的熱鬧 就老累 但是這一次的疫情喔 已經改變了台灣的選舉的文化了 有點不太一樣了 那我覺得 我覺得 要用不同的思維來去思考說 那選舉的時候 我們可以用不同的模式 現在很多人在流行用直播 對 就每天在直播 然後闡述說 這 傳遞訊息 因為其實現在每個人都是發射器啊 對啊 要這樣想每個人都是發射器 因為我都每天在發射 對 這個資訊嘛 那我就覺得說 可以朝這個網路的主軸去下去 做不同的模式 對 當然也是一個方式這樣 對啊 透過網路啦 直播啦 或是說上我們的節目 對 每次上節目 有一些新聞報導等等的 對 也可以發表你自己個人的理念 對 好 那這一段期間走來 你對自己 你在跑行程的時候 有沒有一些比較感動你的 讓你更有信心要選 好多好感動的故事喔 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喔 比如說我昨天去拜訪一個大哥 大哥喔 他看到我 他看到我的名片 我跟他其實一點都不認識 都不認識 完全不認識 然後他看到我的名片 他只看到我 他說齁 他說齁 他說我是民進黨的人 他很直接 我說我民進黨 他是民進黨的 對他是民進黨的 拜訪那個大哥是民進黨 你是民眾黨 不是民眾黨 民眾黨不是不是 他就看到那個名片 他只看到我的名片 他只說捐肝勇士 他就問我說 你是捐肝給 那其實不是很認識我 我是捐肝我父親 他一看到這個 他就打動到他 他說 哇 你是一個好路耶 我說是 所以我 然後他說 嗯 他就都沒講話喔 因為我們就喝茶嘛 因為人家都人家的文化 然後他就跟我說 因為我看到 這給我一定聽你 那 那我那一刻我就覺得說 喔 然後我就會覺得說 因為他覺得 孝順 百姓孝順 很重要 就不管政黨而已 他民進黨也民眾黨 對 你撇開政治 政治的這件事情 是 他說光是這件事 他覺得說 一個女生可以為父親 因為這傷口是很大的 很大齁 對他很願意為你的 是大人做這些事情 其實不容易 真的很不容易 真的很不容易 他一看到他就說 不用說了 他說你也可以去 去拜訪吉他人 沒關係 你這裡不用歡樂 光是這件事情 我就 我又感動到了 對 然後我覺得 這是其中一個部分 對 其實講到捐肝這件事情 很多人會說 你捐肝給自己的父母 是應該的 但是其實要想到說 其實捐肝 自己本身有很大的危險 然後那個傷口非常的大 聽說是很像一個 冰室的大 非常大的那個疤 對不對 我爸爸他是冰室的那個 傷口 我是Lexus的 你是Lexus 我是Lexus的 的傷口 所以其實那個傷口之後 可能就是一直都會在 對 都一直會在 對啊 尤其對一個女孩子來講 對 那你就想說不要穿比基尼就好 沒辦法穿比基尼 自己的父母你要捐肝就很容易 真的真的要下很大的決心 而且這個過程也是蠻危險的 蠻危險的 而且我那一年剛好是我27歲 而且是我生日當天 喔生日當天 對那天捐肝 對 而且是非常緊急的 是 因為那時候陳院長說 今天再不動手 動 就是再動刀的話 可能 可能就看不到我爸爸了 對 我就那一刻說 所以馬上下定決心 對 對 因為本來我哥哥 我一個大哥他是可以捐肝 可是他那時候肝有點發炎 可能再等下去等不到了 所以我就覺得 那我就覺得 我就以我為主 我就沒關係 你的時機就剛剛好 對 發炎或是有時候過重 體重過重都是不能捐的 那不行 那你的狀態剛好可以 對 然後爸爸也不能等 對不能等 我的狀態就是 就是十全十美 時間都對了 我真的趕緊 趕緊上手術台吧 對啊 對 有時候其實是上天注定說 要讓你 爸爸那麼疼你 讓你來回饋你的爸爸 是的 沒錯 所以我才會回台灣 我本來沒有想要回台灣 對啊 所以也讓你就是 趁這個機會回來台灣 然後又繼續 為我們安然區 希望有這個機會 能夠為我們安然區 來服務 沒錯 所以你看人家民進黨的 聽到說 哇你捐肝救爸爸 真的是孝順 他覺得一個人 如果可以做到孝順這一點 很不簡單 他後續可能做什麼事情 他都是很正確很OK的 對 所以幽學第一 對啊 我剛才也幽學第一 所以讓你感動了 所以其實這樣子 你跑起行程 然後來參選 你又更有力量 是 而且每一個人都說很高興 都跟他說 你要加油 我都會說 你要幫我加酒吧 不可以幫我加酒吧 你要幫我加酒吧 要幫我加酒吧 我就會覺得 每一個人 對我的鼓勵 我覺得都有一分 讓我繼續走的 所以我覺得 我很感恩 我真的很感恩 對啊 所以你一路走來 其實你覺得都很感恩 那中間會有受挫的狀況嗎 受挫的當然會 不會 但是我會很難過一點是 就是爸爸剛好離開了這一個 沒辦法 跟著我一起 因為他其實是一個 對政治的文化其實是 很有他的想法跟主見的 對 因為大家都在那裡 你真的都很實在 因為他其實個性很害怕 對 很害怕的一個個性 然後對他又是 贊不絕口的 也做人的為人 都是 大家都是很稱讚 很看得到的 我就會覺得 我應該是 最大一看就是 就是覺得他沒有辦法參與我這次的選舉 對 可是雖然他人不在 但他精神一直在推動著我往前走 我都說 他都一直跟我做會 因為這在我心裡 不管他對我的教育教導也好 對我 一直告訴我說 做人的原則 這件事情也很重要 我覺得他都一直跟著我 讓我覺得我可以再繼續走 有時候都會覺得說 對阿 很累嘛 又要繼續走 我心裡說不可以 我又要繼續走下去 因為想著爸爸 對阿 因為我爸爸還在 因為我每天都要 因為阿不會對你嘛 我每天都吃一吃 還是要給他 用飯給他吃 對 然後要拜託嘛 然後我就會覺得說 阿爸爸 我就是 要跟他 我都還是會跟他 阿我還在做什麼 跟你補比一下 阿現在 現在進度怎樣 還在做什麼 還在說什麼 對阿 我就覺得這個 很感恩的心 讓我覺得 無論怎樣 我一定會走下去 堅持走下去 對 對阿 所以其實這樣子 你透過每天這樣子 跟爸爸的一個對話 其實可以更堅定 你心裡的力量 那其實爸爸這樣子 他也是 真的是有在天上 有聽到你的聲音 有有有 他都跟著我 對對對 對阿 因為你爸爸其實這個 從政經驗太豐富了 一二十年來 然後累積了這麼多的人脈 做人嗨牌阿 所以其實這次 沒有爸爸出來幫你這樣子 直接跟著你出去走 但是爸爸的精神 跟你在一起 真的阿他的名字 就取得很好阿 有情有意 丹淨儀阿 有情有意 對阿 有情有意 丹淨儀阿 我都會說 我現在就自己說 就是他的年輕友的 女兒 陳思維要來參選阿 哇 真的很壓韻阿 有情有意 丹淨儀 年輕友為陳思維 對 你講一次我都會唸 對對對 所以這樣非常好的一個選舉的口號耶 是是是 對阿 好 所以其實思維每次一講到爸爸 就是 還是都會想要哭耶 我們在錄影的中間 對不好意思 真的不好意思 不會不會 其實大家看到你真情的流柔 是是是 會覺得說 其實我一直忍著 孝順很重要 對很忍著 對我看得出來很忍著啦 就是一直都快要哭出來 對 但是真的一個人優好 百善孝為先 對啊 你一個人如果是沒有優好 你做什麼事情都不會很真心 是 所以我這次參選的機會 所以很希望阿南哭的 每一個人都給年輕勇為 陳思維一個機會 因為我是 剛好9月17號 9月17號 我競選總部要成立 是 對競選總部要成立 歡迎大家 一起來同樂 我會邀請 蔡碧如委員下來 跟我一起這樣子 蔡碧如委員真的很認真耶 對 好像每次幾乎他都會下來幫你們站台 沒錯沒錯 像昨天31號他特地下來跟我們六位參選人去登記 對 他就特別下來 帶著我們一起去做登記的工作 對阿之前開記者會啦 也親自來 然後登記也親自來 對 真的是對你們就是有發揮到這個母雞帶小雞的功效 有有有 沒錯沒錯 對對對 所以其實民眾黨就是這一點非常的可取 對 用一些科學的數據 然後其實跟你們溝通 對所以難怪就是說 你會很想加入台灣民眾黨 那當然就是 因為 蠻民眾新希望嘛 對 你要思考就是說民眾新希望 民眾需要的也是一個機會 而且我覺得其實現在已經是全民參政了 對 所以全民參政的這個模式 就像我舉例喔 如果因為我那時候在國外的時候 看過一個數據 其實要一個社區型的公園好了 特色公園好了 他們都會邀請就是所謂的在那邊的民眾 就是住在那裡的每一個人來做一個 那你會評估說 你覺得這裡適合怎麼樣的一個特色公園 會做一個數據 他是比較會採納公民的意見 對 沒錯 沒有眾人的意見 其實這個就是一個 人家說地方事務 本來就是應該要採納的這個過程 那我就覺得像阿南區 他也沒有什麼特色公園啊 所以我也是 這個部分我也是未來很想要做一個爭取的部分 爭取特色公園 對 真的這個事情是很重要的 對 傾聽這件事情是 我覺得是一個 每一個政治人物都需要的 的一個過程 因為你沒有傾聽 你就會不知道問題出在哪裡 對 所以要結合眾人的力量 對 所以加入民眾黨 讓你就是說更會傾聽 然後學會更會溝通 然後了解問題在哪裡 是 那最重要就是要當選才能去做事 沒錯 沒錯 所以好我們在這個節目的最後 因為我們今天其實透過專訪啊 知道就是思維是一個 真的很友好的女孩子 然後她自己從政 也很有自己的理念跟理想 然後她的學經歷其實都非常的優秀 好 那就是接下來就是要 鄉親給她一個機會 那最後就是思維 還有什麼話跟我們鄉親講呢 我們市民之聲的觀眾朋友們 是 我是這一次喔 我是這次阿南區的 我是阿南區的小孩啦 對 也是這次代表民眾黨 來參選這個阿南區的智原 郝酸林 這次希望我們阿南區的民眾 給為為 就是年輕有為 陳思維一個機會 是 給我一個機會為我們鄉親的 鄉親的 給我一個機會為我們鄉親的 鄉親的 我就是 一句話就是 我們不要說 我們不要說 董牌什麼意義 大家都知道阿南區是 綠道出資的地方 對 對 不過我要 要傳遞一個 一個機會就是 讓我們鄉親的鄉親的 鄉親的鄉親的 思維一個鄉親的 鄉親的鄉親的 我這個人 我這個個性的人 我有鄉親的鄉親 所以 思維在這裡 拜託人 11月26號 讓陳思維一個機會 讓鄉親的鄉親的鄉親 年輕有為 陳思維一個機會 謝謝 那如果要支持你 競選總部 9月17日 地點在哪邊 台江大道 2段11號 11號 那幾點可以開始去參加 其實2點就可以來 2點就可以過去那裡 對 要補2點 對 所以其實如果想要更加了解 陳思維 然後想要知道說 台灣民眾黨 再次在安南區的參與 到底會提出什麼樣的證件 要再進一步了解你 就可以去參加這一場 對 大家應該去聽看 就是說 多參考一些候選人 然後了解說 他們到底有什麼樣的理想理念 對 你的選擇會更正確 歡迎大家來 來幫我實際理念 你們也實際我這樣的機會 謝謝真的 謝謝 謝謝這個主持人 謝謝大家 是 非常感謝這個思維 到我們節目當中 那因為就是說 他的父親 陳菁毅議員 英三文都採訪過 所以其實覺得 他是一個海派 然後正派 然後就是 做事又很認真的人 所以他的女兒 願意來繼承他的一步 大家就是給他一個機會 好好聽聽他的證件 9月17跟11月26 好 好 再一次感謝思維到節目當中 謝謝 謝謝大家 大家平安 我們也感謝觀眾朋友的收看 市民心聲支部 在這裡又一段樂 我們再會 好 謝謝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